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不是讲人定圣天吗 结果你看 先佛们都会互相呼应 他们也会互相呼应 梅玉我球丢给你 你有没有接触 你再丢给包团主 我们在传球游戏你知道吗 他先生也是在传球游戏 他们球丢得很好 所以你看人定圣天 不要讲人定圣天 讲人定圣己 讲人定圣己 接着我们纪佛恩师 祭祀的时候 他就讲说人 人不要讲人定圣天 要讲什么 人定圣己 上次我们有讲克己 你一定要是克己 一定先降服自己 先克服自己的奇奇怪怪的 不应该有的起心动念 基本的以外的 所有属于额外膨胀出来的 贪心出来的 那些所有额外的那些 不该发生的 我们都不要让它发生 所以他说恩师说人 人只知道毫毛之一 完全不知道天地在干嘛 因为这个是祭祀的 所以会比较口语 他说人就只知道毫毛 他拿着一根令毛 拿着什么 鸡毛当令箭 拿着一根小小的毛 就要指挥天下 你一根毛 你没有修行的德性在后面 即使你拿着一根笔 尤其是我们在画符的 那个画符的笔 如果你没有德性在身上 你那根笔不就是很多毛组成的吗 干嘛叫毛笔 狼好笔 羊好笔 有没有 毫毛嘛 那就是毛笔嘛 所以 季伯恩师就有点在亏大家说 你是人 你给他摘毫毛 你们不知道天地在干什么 知道的 即使你知道的 有些说你知道的 其实也是很有限 那你知道的很有限 你又认为你有通天的本领 这就是人的 很奇怪 他就会自我膨胀 膨胀到忘了我是谁 明明是个小孩子 要穿大人的衣服 要穿仙人的袍子 你的小朋友 你穿什么仙人的袍子 可是呢 就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 自己以为有通天的本领 然后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 结果恩师就说有哪个行的 哪天三寸气上不来 你厉害 恩师就讲了 哪天三寸气不上来 你厉害 哪有人定圣天这回事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你们要永远保持最 最极尽的谦卑 最极尽的谦卑 你要尽天理神 最极尽的谦卑 在天地之间 我们真的就是蚂蚁 一只蚂蚁 两只蚂蚁 三只蚂蚁 你知道吗 真的是用这来算 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 没有的 哪有人定圣天这回事 所以他说要讲人定圣迹 可贵的是先克服自己 先克服自己的肉席 因为我们累世以来 我们在讲佛教 讲巴士 讲阿赖耶士 讲那个 颜耳鼻舌 神医到后面的第五 五六七八 到莫纳斯阿赖耶士的时候 阿赖耶士是藏最深的 所以我们的肉席里面就是藏最深的 藏最深的你都不自觉的 你知道那个 那个最深的就是 你都不知道你这样了 别人都看到你的问题了 你都看不到 那个从周哈里窗来讲 叫盲目我 别人都知道你就是 你就是讲话如刀如剑 你就是常常莫名其妙 要伤害别人 可是你自己都永远不知道 那个叫盲目我 从心理学上来讲 那个叫周哈里窗的盲目我 就是你完全看不到你的问题 那个叫肉席 根深蒂固 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那个叫肉席 所以那个肉席就是 我们学修者修心恋性 我们要克服的 人定圣己 圣克服 我们要克服自己的 就是那个肉席 透过我们的学修 透过我们先真的教诲 透过我们的课程的宣讲 一步一步 一层一层往内挖 往内挖 往内挖 我刚开始挖很痛苦 薄油啊 泥青啊 全部粘着会 石头啊 很痛苦 都连在一起 很痛苦 你不要讲什么 你身上如果 一个伤口啊 然后如果万一它大一点 要清疮的时候 是不是很痛苦 很痛啊 光是那个拔起来 你要把那个纱布掀起来 皮黏着就很痛 哎 才这样掀纱布 黏一下就很痛 你肉席呢 那个肉席是几万年来 黏铁铁 黏到皮 牌油烟 只更恐怖 你怎么挖都挖不掉的 所以我们学修克服自己 是最痛苦的 但是克服自己 完了之后是最快乐的 因为你能圣极 你能圣极 所以人定圣极 而不是圣天 那天定圣人 天定圣人 接受天 谦卑的接受天地人 我们是在天之下 天地人 所以不要 永远不要觉得 自己在努力 不要讲人定圣天 不要以为自己 有通天的本领 我刚讲的 小孩就小孩 你不要想说 我穿了神仙的道袍 我就变大人 我就可以指挥大家 有通天本领 没有啦 没有啦 孙悟空大圣 在怎么厉害 还是紧箍咒一念 还是要乖乖的 为什么那个 透过孙大圣的那个故事 在告诉我们说 人的心愿意马 多么难克服 多么难降服 所以 季博恩师 我想到 我们说孙大圣 是心愿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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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博恩师 有一次基督就说 你知道吗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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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也是心愿意的 他们其实是牺牲自己 有一种形象给大家 一种意象给大家说 我们常常不小心 面对自己的 我们就大闹天弓以为自己很厉害 遇到唐三藏 颈膏 Lance 念一下乖乖乖 你有通天本领都没有用 你知道乖乖的 护持唐三藏去西天取经 你不会说我用金斗云翻过去 为什么 金斗云翻过去那是法术 法术那个不是你一步一脚印走来的 我问你我们修行历程 有没有说我今天 祖师念一道奏给我 然后我就升天了 我就回归本位了 他有这么好的事情 这样祖师不能跟你做 他还给你念一道符 然后你就回去了 先佛来说祈佛说 祈祈如律令东 你就回去了 你就回归本位了 靠这好吃饭的事情 你的冤业六万年来的 累世的阴阴果果的业力都要怎样 自己聊 自己的冤业自己聊 了解吗 自己的因果自己富 所以这个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片 这样子就会比较活泼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蛮神奇的 因为我原来牙齿痛 可是我可以讲到现在不会痛 因为我就只掉了四分之一颗下来 所以 我这几天其实肿起来是在痛的状态 所以我就担心说万一今天牙齿痛很难讲话 那我就想说我之前甲乘九印 因为刚刚不是讲到甲乘九印 甲乘九印的时候 我之前其实有讲得很清楚 那我就想说我把它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那时候是因为刚好在写光华那本书的收尾期的 那你知道吗 仙真他们很厉害 在收尾期的时候 因为我那本书的后面的出版页之前 我写了所有的仙真 我在这本书里面有收集到用到仙真的软文的圣号 全部都列出来 所以他们大概也知道我有列出来 所以赶快在我复印之前 赶快来降软写相关 那因为我接得很快 所以后学又不怕麻烦 又都把他们放进去 添补进去 所以这个是我们吕洞宾恩主 服幼帝君 在那本书最后结尾的时候 他又来为这本书做了一个收尾 那主要是因为刚刚讲说十江九印 然后其实农历 以国历来讲 现在已经2024了 那农历的话再没多久一个多月 正式进入农年就已经是甲城九印了 那甲城九印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我给你讲大家都搞不清楚 那我花了很多力气去研究 那加上服幼帝君他又来讲 而且后学觉得很奇妙 每次我在研究某些东西想不通的时候 他们就会来降软 降软解我的解答 就是帮我解答你知道吗 但是我一定要想在前 我的疑问要先发出去 你跟宇宙的订单要先发出去 我后学想不通的时候在那边努力想 所以一直在看各种不同的文文 还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奇怪他就会来跟你做一个事实的补充 而且不是一尊是好多尊位来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因为我真的是怕我牙齿痛 所以我大概这一尊上完 我其他来不及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他就讲说 孕节孕数二十双 每逢子年一节关 我们那时候庚子有没有 庚子一节关 那天云下云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其实之前可能你听过 但是你之前听跟我现在讲完 再听你一定效果会不一样 那我们你看这是两年前讲的 110年11月讲的 就是那时候躲在家里讲的 疫情还不能出来的时候 是在家里讲 5月开录 110年5月开录 然后11月的第11集 又是11 那我们来听一下 因为我昨天听一下 还是很完整 所以比我从讲还好 那这个就是我上次强调 我们影音视频这么多 里面还会用 如果你要去度人 你不会讲 你就给他一支仙真音乐版 找一支最有感觉 然后开始跟他分享 他就来 回到清朝的时候的 普渡收缘演绎里面 一样有这一段话 2021-1874等于 147年前 换句话说 147年前的 普渡收缘演绎这本书 他就告诉我们什么 末节时代 离开圣人的时候 已经很远了 所以人心全师 劫难 滔滔 147年就告诉我们说 人心全师劫难 滔滔 那人 人迷了 迷困而不是 人迷困而不知大道 人迷困而不知道 修心练性 就像什么 像潜水鱼 像秋天的禅 其实是坐以待毙的 好 我们看看左上角的潜水鱼 你想象 我们现在 呼吸空气 非常的容易 那鱼不就是要在水中吗 鱼要靠塞来呼吸 鱼要在水中 那你想象 如果鱼被打到岸边了 没有水了 他无法呼吸了 他是不是 像潜水鱼一样 他只能在沙滩上怎样 坐以待毙 是不是 那秋日的禅也是 禅的生命很短 那他叫完一季 叫完过一个秋之后呢 他也准备要 要 要结束 他这小小的生命 好 这小小的生命 所以 1874年 清朝的时候的 普渡收缘演绎 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如果我们不知道 要寻求大道 我们不知道 修心练性 我们的人心 继续拜王 继续下沉 那人世间的劫难呢 只有不断的来 所以 上天有好生之德 所以 这一个文里面提到说 上天不忍 上天不忍 先佛 圣贤先佛 纷纷度世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 福轮 祭世 都是圣贤先佛 纷纷的来降轮 还有下凡 导庄下凡 所以我们有很多 元胎佛子 在各地来度大家 所以 这一篇 147年的 就告诉 147年前的 就告诉我们 圣贤先佛 纷纷下凡 度世 那道 为了 收大家回去 所以道是在 火宅的 是在属民的 那如果 施了良心呢 才会让三界高增 这么的奔忙 那你说 147年前 1874年 到现在 2021 那你说 就隔了这100多年 先佛的 先佛的脚步 救世的 急切跟脚步 从来没有停过 你说离我们很远吗 没有的 你看看我们从 2019年年底的 瘟疫到现在 到现在 我们还看不到镜头 到现在 我们还每天 在开记者会 每天在讲 每天在统计 从台湾到全世界 到底已经有 多少人确诊 多少人死亡了 还有多少病毒 在变种 所以三界高增 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们的脚步 没有停过 他们到处在 就节 在祭祀 可是 幕后人心 人心交离 这些五欲横流 那痴心狂妄 所以老天爷 只好提醒一下大家 老天爷 只好将灾结 提醒一下大家 那如果比较敏锐一点的 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说 这些灾结 跟人心的关系 那想要平安一点 想要灾结少一点 人心就要趋于怎样 稳定一点 人心就要守三纲五常 跟八德 那广皇这本书呢 有特别提到1840年 1840年前庚子的时候 因为人心败坏 所以老天爷要降灾结 收人间 收尽恶人 那时候我们也提到说 五圣跪求 五圣跪求 五圣跪求说 那可不可以再给我们机会 我们去分审非卵产教 所以才有后来的卵堂 跟三界高僧 借着卵笔来不断的 来传递天音 传递上天给我们的 信号 传递他给我们的警告也好 信号也好 借着卵笔 然后也告诉众生 众生说我们要怎么样修行 所以他传递了很多的圣贤的心法 来教化 一边警示众生 一边也教化 教化众生要怎样 要不要避恶 要向善 教化众生要做善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们师命真君恩主 特别来讲的 他说 师命真君恩主是我们中校堂的五文主之一 他特别来降乱 他说有朝一日 如果众生都不再珍惜 也不再相信的时候呢 神灵也不再降乱了 那当神灵 当人间的乱堂 人间的神灵都不再降乱的时候 那表示什么 其实已经就是彻底的彻底的彻底的 已经到了末世的的的的的时期了 所以师命真君恩主告诉我们说 现在有弗卵 大家都还不一定能够相信 大家还在怀疑说 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还是说有遥控器 还是人人人所做出来的 那 师命真君恩主告诉我们说 现在有弗卵 大家都还不见得会相信 那这个是末世即将来临的征兆 那刚后学说 我以一个学者的眼睛 看了四年多的浮卵 田野调查 千真万确 太多的三界高增 每次降乱都一直在讲同一件事情 我问你们 如果很多的三界高增降乱 都一直在讲同一件事情 那表示这一件事情是真的 大家不用怀疑 这一件事情是真的 降乱是旧事 因为人心已经败坏到 不知道怎么办了 上天也找不到别的方法了 我们到时候那本书里面会提到 老天爷实在也找不到其他方法了 这可能是最后一招了 可能是可以警醒四人的最后一招了 所以有这么多的软堂 有这么多的软堂 有这么多的降乱 有这么多的圣贤心法 透过三界高增的笔写下来给大家 我们真的要珍惜 那这个也是后学要努力讲乱因天机灵其秀 九天玄母护道会 要努力的推乱因天机灵其秀的原因 因为有时候血归血不一定看得懂 那我们就人能宏道 人能宏道 我们就努力的透过我们努力的讲出来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说 真的是已经到三期末节了 真的是已经到三期末节了 先佛讲到已经最后一招了 所以大家要把这件事情挂在心里 因为三界高增 他们就像我们天上的妈妈 天上的父母亲一样 他们很关怀下来的每一个圆灵佛子 好那我们接着看 回到我们福佑帝君恩主 10月27号 他及时赶上 刚刚前面提到说 及时赶上我们最后的教稿阶段 所以后学把这些内容放在 关皇这本新书的最后一页 提醒大家也做一个印证 那恩主就提到说 老天爷画了这一些灾结 这一些灾结 这些雷电 这些龙卷风 这一些沙漠降冰雪 这一些冰封大地 这些瘟疫 其实都是在提醒大家 人心已经太脏污了 太多层垢了 那太多层垢太脏污 人心的败坏造成很多的因因果果 造成很多的因果循环 离累结以来不晓得跟人家结了多少二元 不晓得欠了多少债 所以这些因因果果会不断的来报 不断的来讨报的意思 那这个是世纪交替的时候 遇到这个白年因果 乃至于千年因果 大家要共同 众生的共业 大家要共同来承受的 我们之前说郑州的那个隧道淹水 其实那个就是 郑州是古代的战场 古代的楚河汉地的那个战场 他也死了很多人 所以凡是有这一些大的灾难的 他必有因 必有因 那恩主提醒我们说 道降彭来 道降彭来一气户 我们现在有大道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虽然戴口罩 虽然有一些 有一些病例 但是台湾相对 保岛相对看起来是 比较平安而且安全的 那恩主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 因为台湾是蓬来仙道 道在我们蓬来仙道 我们受到先天一气的保护 你知道吗 先天一气的保护 是像有一层紫光一样 就是那个金刚照护着我们 那恩主特别说 天运已经到下缘了 已经到下缘了 他其实已经 已经到一个气数了 已经到一个气数了 那老天爷呢 老天爷给我们 有一个可以安身立命 有一个得道回天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九重宫 那九重宫就是以前的九天宫 因为他必须要经过千摩万考 75年到93年 经过18年的千摩万考 重重的考验 才75到93 93之后呢 才叫做护国九天宫 所以恩主提醒我们说 其实天是盗命在九重 也就是师兄师姐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其实是得天独厚 老天爷降到在这里 有先天一气在这里保护着 有这么多的无数甲子天结观 有这么多的劫难在这边 但是呢 这一些都是跟累劫有关 我们的冤亲债主都跟累劫有关 那恩主提醒我们说 不要因为我们的无知 我们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 觉得不相关 其实他是有关系的 所以恩主特别提醒一个数字 孕节孕数二十双 每逢子年一节观 好 这边后学要特别跟大家讲 这就是今天的重点 孕节孕数二十双 一个孕是二十年 一个孕是二十年 等一下我们下一章会解释 一个孕是二十年 孕节孕数二十双 每逢子年一节观 每遇到子的时候 2020年是不是就是庚子年 那从前庚子1840年 也是庚子年 1840年上皇正怒 要收进人间的坏人的时候 降灾节收进世间的恶人的时候 他也是庚子年 所以他是1840年前庚子 1840年前庚子 就是叫做庚子节 也就是鸦片战争的那一年 然后到了2020年 又是个庚子年 这个中间2020-1840 其实已经是180年了 已经是180年了 所以每逢子年一节观 好大家先记住 每逢子年一节观 接着我们就来解释 这个孕节孕数二十双 好我们回到秋季法会的时候 娘娘来过龙门 为众生加持的时候 她特别要求 要写一些字留下来 她写了 新丑 人影 奎卯 下缘八孕字 好新丑就是现在 来我们来算一下 新丑就是现在的2021年 人影是2022年 奎卯是2023年 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奎卯 2023年 下缘八孕字 所以娘娘很直接告诉我们说 新丑人影奎卯过完之后呢 下缘八孕就止了 就结束了 好刚刚说一孕有二十年 所以下缘八孕是指什么呢 是指甲生年 请看下面 甲生年2004年到奎卯年 2023年 2023-2004前后刚好20年 对不对 这个就是这边娘娘所谓的 这三年过后呢 下缘八孕就停止了 就结束了 就是到2023年 下缘八孕就结束了 那接着甲成年就是2024年 下一个2024年到甲成年开始的时候呢 下一个20年又来了 所以甲成是2024年 甲成开始呢 甲成下缘九孕时 甲成开始就2024到2043 进入下缘甲成的九孕 进入甲成下缘的九孕 那娘娘说那个时候呢 有一番天地变化 还有一番天地变化 好所以这里很关键的是 后学用九天玄母娘娘 不同时期来告诉我们的 请看中间 来印证什么是下缘八孕 什么是下缘九孕 然后为什么会说 现在同归如宗 天应如宗 为什么会说 如宗正道应孕 为什么会说 如门当令 因为娘娘中间这里 她说下缘八孕 同归如宗 好下缘八孕是什么时候呢 2004年也就是民国93年 民国93年开始之后呢 同归如宗 千门万教 同归如宗 好这一期是由万法教主 九天玄母娘娘 长道盘的 长道盘 她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说 下缘八孕 由甲生年 2004年 也就是93年 开始同归如宗 千门万教 同归如宗 收复猿人 得度回天 好 这个时候就是要收复 所有的天上心斗下凡 来搭帮助到的 好 所有的有缘人 所有的缘胎佛子 都要回归本位了 那下缘八孕 同归如宗 收复缘人 得度回天 你知道我们都是缘灵佛子 那接着呢 甲城九孕呢 就是2024年 好 我们现在2021对不对 其实到2024剩下三年 不到三年了 因为2021快过完了 剩下两年多 那到2024开始呢 如宗再严应脉 所以这个就解释了 为什么说 如宗再严应脉 再严命脉 这个就解释了 为什么如宗再严命脉 观黄正气 天人合一 以收世间血分 师兄师姐懂了吗 前面那本 观黄正名的那本书 后学有特别提到说 十八代玉皇大天尊 玄灵高上帝 是由观圣地君登身的 为什么 因为观黄正气 他的浩然正气 才能够正这个末后的血分 正现代人心这么乱 透过观黄的正气 观圣地君的一波云天 忠肝一胆 浩然正气 才能够拯救临总 才能够拯救临总 所以娘娘告诉我们 剩下的2024年到2043年 这个时间是如宗要应运 而且要配合十八代玉皇 玉皇大帝 玄灵高上帝的 观圣地君的 观黄的正气 天人合一 我们才能够 才能够怎么样 才能够把 圆灵佛种 收回来 才能够把圆灵佛种 收回来 才能够 收这个 正这个世间的血分 所以因为末后人心 娘娘说 末后人心 大家不敬天地 不信鬼神 七心魅力 已经伤心病狂 没有什么良心了 那伤心病狂 七心七天的人 多如牛毛 所以当这个人间 劫难很多的时候 天就垂大道 天垂大道来救这些善种 来救这些善种 所以娘娘说 能够遇到 能够遇到真宗的 能够遇到我们 回归如宗的 如宗在炎一脉的 能够遇到的 如宗在炎并脉的 其实是 万人中得一道 万教中得如宗 那这是老天也给人间的人得 给人间的人得 那我们南天文成圣地 也特别提到说 到夏元九孕的时候 也就是2024年 两年多以后 两年多以后 这个世界的灾结 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也没有什么安泰的日子 也不多了 安泰的日子也不多了 大约就是剩下这二十几年的时间了 亲爱的师兄师姐 如果你相信先佛说的 当后学前面有提到 当不同的先佛来都讲到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表示什么 表示这件事情是真的 这件事情是真的 所以这个人心败坏的时候 人伦刚常沦落的时候 真的需要浩然正气的观圣地君观黄 他才可以正折群魔 他才可以拨乱反正 他才可以有办法去政府人间的这种 被乱逆伦的这种乱象 所以我们先知道说 我们现在在如中正道里面 我们现在为18代玉皇大天尊证明 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天地有运数 夏元八运 夏元九运 如果我们希望灾结少一点 那人心就要怎样 人心就要正常一点 人心就要守人伦刚常一点 人心不能败坏到老天也没办法了 只好将灾结来提醒 主义这个就是刚刚我说 那时候后学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连番来给我答案 他们每次我在想什么 他们就连番来给我答案 你知道吗 好这个就是天人共伴的 我跟你讲 我如果没回来这 我可能会有这么多 可能会有说多 不可能的事情 整天也在师资培育 教师专业发展 怎么可能弄这个 所以人的因缘 就是这个都是属于在那个里面的 想说我两两讲日情三三 看这个影片给你们看就好 今天没时间讲 我今天就知道了 你真的有什么事吗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把你编号砍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还记得很清楚 是在那里面的 我还记得很清楚 你不需要 我还记得很清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